四月的春风 送走了寒冬 五月的柳婿 迎来了房子 房子啊房子 把我喜悦的心情 化作一首歌 献给你 我的老父亲 我最深爱的人 这辈子做你的儿女 我没有做够 好 小马呀 你们这个爱经理挺不简单的 一口气唱了两个多小时啊 为您献唱 他是不会觉得累的 但我是稍微有点坐不住了呀 怎么的呢 是他唱得不好听吗 那倒不是啊 可是再好听 也不至于一首歌唱两个多小时吧 我要告辞了 不行不行 您不能走啊 董事长马上就回来 那个倒酒倒酒 稍等稍等 稍等 这怎么唱的就那么难听吗 怎么办呢 董事长说了 今天晚上无论如何 都得让这个王子殿下 在咱们酒店住一宿 这样的话 咱们酒店就能从四星变成五星 别着急 别着急 马总 有我呢 瞧我的 怎么的呢 王子殿下 再听我唱一会呗 那我说什么都要走了 这样这样 咱们先喝接风酒 对对对 来接风酒 先咖啡精 哎呀 小马不是我为难你 是不是 你说我坐了半天了 你们董事长也不来 哪有喝接风酒的道理吗 我没有时间了 我要先走了 这样 王子殿下 其实我给您准备了一个压重的节目 你说什么都要看完 我跟你说啊 王子殿下 马总就是靠这个节目当上总经理的 小马 哎 我只有一个要求 扬起一点 不许循环 开始 这我就来不了 生活像一管吧 还有那切不开的小哥大呀 生活是几杯酒 停停停停 停一停 我想通了 我们还是喝酒吧 来来来 小马 感谢你的盛情款待 让我度过了一个惊悚的夜晚 好不好 来 喝一口 小马 我得先回招待所了 要不然十点半就没有热水了 好不好 您的身份怎么能住招待所呢 是啊 再说了招待所里面有的我们酒店全具备 哦 哦 有WiFi吗 当然有 我跟你说这个WiFi已经覆盖了我们全酒店 你看见没有 我跟这坐着的全都是来这蹭WiFi的 看到没有 那我跟得走了 我最讨厌WiFi 辐射太大 不行不行 董事长马上就回来了 哎呀 小马呀 我发觉你们就是不太善解人意啊 是不是 你看我都在这坐了两个多钟头了 这头猪就一直盯着我看 为什么不开饭 对不起王子殿下 您饿坏了吧 我饿不饿不重要 主要是这个猪再放下去就凉了嘛 是不是 你给我打包 哎呀 算了我自己打包 我说什么都要走了 我得走了 我要走了 王子殿下 你在干什么 其实从第一次看到你 我就深深的喜欢上了你 你的眼睛就像一汪清澈的泉水 我好想站在你的鼻尖上扎个猛子 哦不 我忘了我不会水 别别别救我 让我淹死在你清澈的眼神里 哦不 救我救我 别让我的尸体浑浊了你的眼睛 肖毛 这是我迄今为止听过的最感人的鬼故事 你让我先消化一会儿 怎么办呀 马总 马总 看来王子殿下喜欢这口啊 啊 继续 还愣着干嘛 我从小到大我就会这么一个鬼故事 我说什么又啊 为了保住咱俩的饭碗 继续编 小子 你 你还要跟我们玩一个病毒 啊 王子啊 你脸上稀疏的胡叉 就像 像玫瑰花 杆上的小刺 我好想把它们捧在手里 救它 抛它 挫抛它 哦不 炸我吧 炸我吧 炸死我吧 小刀 你念诗的样子 让我想起了我已故的前妻 忘掉它吧 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婚礼 婚礼 回边改黑一个 什么 一个浪漫的漫天飘着雪花的地方 咱俩 咱俩站在雪花中间 让漫天飞舞的大雪花 尽情地拍打在咱俩的肩膀上 你大眼睛上 你大眼毛的上啪的全是大雪花片 鼻孔里擦的全是大冰擦的 手里捧着鲜花 深情地向我求婚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太刺激了 小猫 下给我吧 王子 你听我跟你解释 不是你想的那样 王子 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 我去吧 你 走 我的颈椎 走 走 走 王子 叫后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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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子 王子 你干嘛去啊 王子 小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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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子殿下呢 董事长你可回来了 董事长 对不起啊 我们不光没留住王子殿下 还把马嘴儿给搭进去了 太好了 你不知道我 我刚刚得到消息 现在是反对扣张浪费 咱们酒店绝对不能升级 你 不是可是马 马 马 马总能随他去吧 从今晚后 你就是董经理 小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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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马你再坚持一会儿 这种我马下降 王子 我真的不能再跳了 怎么了 我再跳就得死了 没关系 让我俩死在一起吧 小马 好 好 谢谢 太好了 感谢观看